人生得意虚敬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在中国文学里 酒 味诗 增添了几分风雅韵 而小酌几杯 更是现代人的必备调剂了 在台中县的外浦乡 由于水质天然纯净 且气候宜人 更是高粱酒酿造的好地方 这里所酿造的好地方 不仅甘甜醇厚 也让非洲人不远千里来取经 今天就带您走进绿色山地之间的 高粱酿酒厂 来了解 纯粱酿造高粱酒的工艺奥秘吧 纯粱固态发酵的高粱酒 因为它务必 有这个良好的环境 因为来自于这个曲 是天然落菌的 所以不是每一家有办法做这种酒 所以这个曲你自己就有啊 我自己做的 自己就有了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条件 水 水 我们的水是来自哪里 来自这个大坝尖山 那边的水源头下的大安吸水 这个在我们的环保署也有公告 就是在台湾那里讲这条 溪流是最没有受到污染的好水 叶董事长说 要酿造优质高粱酒 最重要的是 在一渠二水三技术 而他们所自制的麦渠 加上来自雪山源头的纯净吸水 搭配古法纯粱固态的酿造 才能生产出最天然且纯净的高粱酒 曲很重要 所以我们都自己自然落菌 做我们自己的麦曲 这个曲哦 当然也是说 那个曲很重要 不是我们的地方有这个曲 只有这 外包这个地方有 这个曲到底重点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会影响 它发酵过程会影响到酒的口感 还有它的风味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曲 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有人说 品酒是一种享受 酿酒是一种工艺 要喝好酒当然急不得咯 因此 虽然纯粱固态发酵期较长 且过程均需耗费人力 产量也仅是液态发酵的三分之一 是个矿日费时的酿造技术 但他们仍坚持酿酒工艺 要生产百分之百 无任何添加物 且口感不凡的酒品 要让更多人分享到滴滴原味 如此如鱼工般的用心 让我们也深深感受到那一份心意 在这个酒厂里面好像有外国朋友 对 这外国朋友是来品酒的 没有他们是来学技术的 学技术的 因为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会不会在非洲品尝到我们的酒 然后他们在上一年就透过外交部发函说 他们想要来观摩看一下 对那看一看之后 他觉得我们的固态发酵实在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 对因为在欧洲国家都是液态发酵 而且液态会加香精 那他觉得我们的酒清香铺比 又是顺口回甘 觉得完全没有加香精 所以他就觉得他想要来这边学技术 所以他们今年透过外交部就发函 来我们这边学 远从非洲友邦 布吉纳法索 来到台湾的朋友们 在酒厂里细心学习 如何把高粱变成更有经济价值的高粱酒 他们从自制区块 区块培菌 高粱蒸煮 半菊发酵 到进行蒸馏 每一个动作都可以看见 他们认真学习的神情 技术转移可说是非常的成功 估计最快明年一月 非洲也会生产中国几千年 纯粮固态发酵的高粱酒了 我们这个鱼工特级高粱酒 有的最大优点就是说 当你喝了之后呢 会口齿流香 还会回甘 是 对 而且不口渴 不口渴 就是说稍微喝多一点的话呢 明天一起来 也没有觉得昨天有喝酒的感觉 不会头疼 不会头疼 我们很欢迎 这个喜欢喝白酒的朋友 能够 能够选你最喜欢的白酒 能够选你最喜欢的白酒 酒厂出品的高粱酒 在国际的酒类评鉴比赛当中 获得不少国际评审的青睐 因此 获得金银牌等各项国际殊荣 目前也积极在拓展市场 希望能让更多人品尝到来自台湾的高粱酒 享受让人回味无穷的惊奇 这么好的酒 不晓得目前的行销通路在什么地方 我们目前在超市 然后将来我们会在量饭店 还有便利商店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鱼工网站 所以都可以查得到就对 人家说好酒值得珍藏 讲求好还要更好的原则 为了让酒能达到最完美的口感 在出厂前还要先存放两年 叶董事长也希望这座用心打造的酿酒厂 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制酒过程的严谨与要求 重新塑造出一个不同以往 对于台湾自营酒厂的新形象 让大家能够认同台湾的制酒技术与品质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观光的酒厂 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酒厂观光之后 我们是要透明化的介绍给这些观光者 让他们能够了解到 何谓存粮固态发酵的高粮酒 这样我想以后对他们 对我们这个消费者爱用者的信心 会比较足 秉持传统古法酿造 天然原味的香醇高粮 努力把酿酒工艺延续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并且能够在国际上发光 也提醒观众朋友 平时三五好友把酒言欢 选择不添加人工香料 与食用酒精的纯凉酒品 才能喝得开心 也喝得健康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